万万没想到,她曾受到陈道明、晋东等大明星的赏识,是无数人眼中的女神,却在2010年嫁给了身家百亿,大她20岁的高权健,婚后淡出娱乐圈相夫教子,她就是左小青。 左小青年轻时是一位体操健将,获得过多次大奖。 多年训练这让她身上从出道就围绕着一股不同于其他演员的朝气,之后被江文一演相中示茧,成功跨界进入娱乐圈。 随后她出演了自己的首部影视剧《财神道》。 2003年,她又受到郑当红的戏骨演员陈道明的赏识,两人搭档拍摄了一支手机广告,因为这支广告,左小青也立马成为了万千少男的女神。 伴随着走红的还有绯闻,因为广告片的成功,陈道明马上邀请左小青进行第二次合作,并出演电视剧《中国是离婚》,两人在剧中饰演夫妻。 戏外互动更是亲密无间,感情绯闻不进而走,不过事后双方都否认了绯闻。 颜值与演技都很出众的左小青,也受到静东的赏识。 有一个剧原定女主是左小青,由于开拍时换了另外一个人,静东不接受,为此还赔了巨额违约金。 左小青就这样凭实力受到赏识,一步步走红。 真正让她名声大震的,其实还是宁古镇关东的雅峰一角。 左小青青丽淡雅,如春风拂面般的形象,深深硬刻在观众脑海里。 然而,就在左小青最巅峰时,她选择了结婚。 2010年10月,没有任何预兆,左小青和大自己20岁的高权健举行了婚礼。 4年7月,左小青生下女儿。 婚后,左小青几乎把心思都放在了家庭上。 2021年,左小青官宣离婚,独自带女儿生活。 4年,参加某综艺节目的左小青再次出现在大众事业中, 已经恢复单身的她容貌有所变化,青春靓丽的模样自然不见, 多了一份母亲的坚韧。 你喜欢左小青饰演的影视剧吗?